美国众议院通过冻结债务上限法案之后 如今民主党陷入基础设施法案的谈判拉锯战 尽管白宫统议将规模下调到两兆五千亿美元 希望争取更多人支持 但是共和党仍旧不买单 总统拜登承认对于目前的进度感到焦焦 促请共和党不要盲目的缩减开支规模 事而可止 如果政府要不容易被做到的 就会完全不成熟议 就会没有做到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不会出发 在干涉及保护股部的保护股 和保护人们的放线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那2nd土地的政策 我将会在这附近乎的国内 拜登呼籲众议院民主党暂缓表决基础设施法案 直到他们针对另一项社会政策和气候法案达成协议 希望争取更多时间说服其他人支持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向众议院民主党人喊话 基础设施法案暂时不会出台 还说不管耗时多久 六分钟 六天 甚至六个星期都无所谓